相似的作品和相似的人物之间总会形成有意无意的对比 而一个演员的表现也是双方在这种对比中 谁能更胜一筹的关键决定性因素 随着余政的暑假深水炸弹 时隔很多年再次推出的清朝宫廷背景的剧作 演戏功率的一再走红 网民朋友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角色比对 而余妈的压力除了微波鲜热的同时 在同背景且大咖云集的如意传之外 更多的还是几年前的那部现象级的经典清朝寇宫大戏 无论是玩玩卫星的痴情绝唱 与狼艳独角的悲情史诗 真魂的故事带给了我们太多的经典情节与艺术享受 而其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 华妃娘了你是蓝 更是让蒋新以无比出调的演技 给我们一场爱恨交织的追剧体验 而余妈新座里也有一位后光中的大魔王 无论是人物设置还是台词姿态 都与当年的华妃娘了无处其他 但演员全是剧本的能力 与剧本本身的质量差距 使得两个角色最终的成品展现高下力判定 年世兰这个角色之所以会让网友们印象深刻 并且会把昂贵的注意力资源透支在单一角色之上 与这个角色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息息相关 背后有朝廷的功骨之臣 兵权圣宠军天下巧楚的强大家族的支撑 年世兰这个角色身上的嚣张跋扈与豪门气度 可以说是有理有据有真有缘 而雍容华贵的装扮以及独具风云的姿态 也让华妃娘的身上多了很多其他嫔妃 难以忘记相悲的宠妃气质 并且恩宠多年 无论是这边还是宫内 君可以当得起是个说一不二的竹子 年世兰本身的眼神姿态 甚至字句语调 都能将这种尺度把握得刚刚好 我们不能不感叹于蒋新的演技功底 无论是台词还是不调 都给了我们一种古代圣宠之妃 因为各种人物的经典典范 因为是经典才绑绑被模仿 于妈新作里的高贵妃 虽然也想努力成就这样一个宠妃姿态 可无奈去本本身 便存在逻辑与景观上的小家自弃 我们在这个所谓贵妃身上看到的 总是斤斤细较的家常里短 却并没有半点宠贯后宫应有的嫉妒与姿态 正所谓恰如其分的圣戏凌人最为可爱 可于正手里的宠妃凌人 是真的无比凌人 但在盛气二字的诠释上 却总是欠了些活后 除了剧本本身的格局不够 演员的表现也是平平而已 没有太多的出彩之处 从妆容范到气质 从语态到姿态 完全处于一种被年事碾压的局面 虽然年轻的演员需要有一定成长的空间 对于前辈的学体观摩也无可厚非 但对于角色的塑造一味的去模仿 不但会使自己的角色丧失生命力 并且对经典作品与自己作品 两个方面来讲 都是一种不该存在的泄土 所以我们盼望有新的作品 新的人来致敬经典 超越经典 而不是成为经典的复制品 变成过眼云烟 个性化永远是艺术作品 应当追求的一个基本准则 因为但凡是经典 总会是鲜明独立且与众不同的 演员朋友们不应当仅仅追求致敬经典 也应当努力成为对致敬的经典 而演员本身的表现也值得更多的目光 气表是期待与追随 就像蒋心诠释的华飞娘娘娘年世兰这个角色 哪怕是许多年过去 我们都会依稀记得 有这样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曾经令我们塑造过一个眼角 眉梢都是风情 生死离别都是悲情的先活角色 这是我们作为观众的最大幸福 同时也是演员本身的修为与功德